今年的民憑市以及高級程度會考考生同時畢業 合共大約有10萬人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就說 政府在學額方面作出部署 大學和大專院校加上培訓 以及職業先修學額合共大約有11萬 相信足夠應付畢業生繼續進修 對於畢業生可能投身勞動市場 張建宗就說本港的失業率是3.3 接近全民就業 而青年的失業率是8.1% 較去年的8.9%有明顯改善 但不可以掉以輕心 除了中學畢業生 大學生都開始運工 會展這個招聘會 以百間企業提供3,000個職位 其實都會看看有甚麼參展的單位 都會上網看公司自己的簡介 看看有哪間是自己覺得有興趣的都會瀏覽一下 企業請人都著重求職者的心態 其實我覺得如果一個大學生 因為一般都沒有甚麼工作經驗 我們對他的期望都是他那個 我們叫做性格主動 開朗 以及有一個學習的心態 即願意學習的心態 主辦單位香港青年聯會 預計大約會有3,000人入場 青聯會也都在招聘日舉行多場講座 要請一些機構代表向大學生分享求職之道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彭樂妍報導